夜空下闪闪发光 在香烟鸟鸟中飞腾 吞云吐火 在场围观的观众看得惊喜连连 然而这条龙的诞生背后可花了不少人的心血 过去一个月 位于亚龙省市通道的福德池 前面的空地每天都有一群人忙着编织火龙 大家先把荷草编成一小捆 仔细修剪 然后再编成圆筒状 这就是火龙的身体 火龙的整个构造其实和一般舞龙所用的差不多 不同的是材料完全是用荷草做成的 中国广东地区制作稻草火龙的习俗 在宋朝时代已经有记录 风收的时候他们就要高兴就要制造这个龙来舞这个龙 给全村的人给他们大家兴旺 还有国泰民安 给他们大家有吃有猪 一个好的依照而已 捆扎和草手工繁琐 制作稻草火龙需要大量人手 以前的农村人口众多 问题不大 现在全靠大家下班之后义务帮忙 因此制作过程比较长 在新加坡制作稻草火龙的技术 最早是由一位叫李奇的师傅 在上个世纪40年代 从广东新会带到牛车水的港州会馆 54年的那个年代 我们小孩子就去那边武士 武龙 这样就是我们本身就学不到 还有一位师傅 他现在要76岁左右 他那位老先生就会学到 制造这个稻草火龙的形况出来 我们就一路到现在都二十多年了 都是由他负责 制造这个龙头 龙生 龙尾 还有龙珠 就简直是说 后面在一般后来的 他会学一点来跟他绑草啊 炸草啊 汇馆位于市区基于安全考量 武火龙不太方便 渐渐地这个习俗就传到了 同样以广东人为主的福德祠 福德祠位于牙龙 当时仍然是一片空旷的农村 武火龙就方便多了 不过编制草龙需要用到的荷草 如今在本地已经不可能再找到 现在用的这些荷草 都是从中国运过来特制的干草 质量好多了 我五岁的时候 我父亲介绍我下来的 就开始跟着他们一起练习武龙武师 还小的时候不能制作啦 就说我就开始观察 看看他们的制作过程 慢慢长大了就跟着制作 也是当中学习啦 这个火龙出油 整个龙头 龙珠 龙身 龙尾 全部的龙身都擦满香 他们以前每一次回来 他们就要花掉 这个草你放它太久 它会干 干它会脆 当然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现在又已经派出十多个 尽快要学这个 就是学后都有委托人嘛 不然以后就 这个传统就全部都没有了 福德茨过去每年的庆典中 都无火龙 现在已经改为每三年一次 可见制作稻草火龙面对的艰难